问刘备分关于当后将军是啥意思 打头牌将军的意思 二刘备分张飞为真鲁将军是啥意思 打皇亲国戚的意思 三刘备分赵云为义军将军是啥意思 打刘备原创只有他知道是啥意思 现在他爹带你读三国志张飞传第二集 来看三国志原文 赤皮之战后刘备既定江南 以张飞为宜都太守 真鲁将军 新都庭侯 后来驻守南郡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 宜都太守 真鲁将军 新都庭侯 有人问了 这关大不大呀 我们先来看一下行政官职 异都太守 关于此时是襄阳太守 都是太守级别的 品杰一样 这时的赵云呢 先是跟着刘备打金南四军 负责占领贵阳 临时当了贵阳太守 也是太守级别的 但是没几天就被换任了 成为了刘英司马 掌管内侍 主要的工作呢 是看管孙上香 顺带说一下 某位大师说 孙上香是虚构的 这句话不严谨 孙权真的有个会武刀弄枪的妹妹 真的嫁给了刘备 刘备是真的怕他 真的怕赵云看着他 全是真的 只是名字不知道 我国戏曲给他起名叫孙上香 注意啊 不是游戏公司起的 是戏曲起的 就因为起了个假名字 人物就是虚构的了吗 什么逻辑啊 最严谨的说是啥 孙上香不叫孙上香 但不能说是虚构的 回看 关于张飞是市长 赵云是后宫禁卫军统帅 再看武将官职 张飞是真鲁将军 官是荡寇将军 这两个官子有意思了 在魏国张辽是荡寇将军 张辽升为真东将军后 张河接任成为荡寇将军 在吴国陈朴是荡寇将军 陈朴去世后 蒋卿升任荡寇将军 可见荡寇将军是杂号将军中的头盘 那张飞的真鲁将军呢 在吴国 孙权的大伯家的大唐哥孙奔 是真鲁将军 孙奔去世后 孙权的三叔家的堂弟孙焦 也是真鲁将军 看到没有 都是皇亲国戚 总结 荡寇将军是各个势力的头牌 真鲁将军在吴国是皇亲国戚 刘备分这个官的意思就是 关于你是头牌 是元勋 张飞你是宗室 是皇亲国戚 当然不代表关于不是皇亲国戚啊 但关于更重要的身份是头牌 赵云此时是偏将军 比关张的杂号将军差了一个档次 在四年之后 刘备占领成都的时候 赵云才当上杂号将军 叫义军将军 有人问了 这个将军啥意思呀 和官女的头牌将军 张飞的皇亲国戚将军 你怎么样啊 这个义军将军是刘备原创的 其他事理都没有 是啥意思 刘备说了算 但从字面意思理解 义相当于是翅膀的意思 它有辅助和保护的意思 看你怎么想了 你如果认为 赵云是辅佐刘备 那不得了了 你辅佐君王 义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你如果说赵云是保护刘备 那就是禁军统帅 云黑梦说的保镖队最长 好 我们再看分侯的问题 张飞是新庭侯 关羽是汉寿庭侯 现侯比乡侯大 乡侯比庭侯大 庭侯最小 不过当时大部分将领 都是庭侯 没有乡侯啊 除了夏侯敦是乡侯 赵云不是侯 在十三年之后 阿斗当了皇帝 才给赵云分为永昌庭侯 好 继续看三国志 先祖进入益州 攻击刘张 张飞与诸葛亮等人 逆流而上 分定郡县 张飞打到了江州 击败了刘张的将领 八军派手炎炎 深情炎炎 怎么击败了 怎么深情的 历史上没有细节 罗冠中在三国演义中 增扎了细节 编出了真假张飞的故事 继续看史书 张飞呵斥炎炎道 我们的大军到了这里 你为何不投降 还敢抗拒作战呢 炎炎回答说 你们无缘无故 侵占我们一周的领土 我们一周只有断投将军 没有投降将军 张飞怒 命令左右 先去砍头 炎炎脸色不变 根本不怕你说 砍头就砍头 你发什么怒啊 张飞很佩服 没有杀他 把他当宾客对待 好了 炎炎的记载就这么多了 所以张飞把炎炎当宾客对待 那炎炎什么反应呢 投降了吗 还是没有投降 是一直被软禁 还是愿意给刘备当武将了 都不知道 有人说肯定投降了啊 那是因为 你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形成的固有印象 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里面 就是张飞放走了炎炎 炎炎就走了 没有跟刘备 只是罗冠中编的三国演义里面 说炎炎投降了 后来还跟黄中一起出战 两员老将如何如何 奇怪的CP又增加了 历史上也没有说黄中和炎炎是老将 裴松之引用的华阳国志说 当初刘备入蜀 到了八郡 炎炎拍的胸脯叹气 说认为刘张把刘备招来 就好比一个人坐在深山中 本来没有危险 却放出老虎来保卫自己 炎炎的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因为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对吧 外面人进来呢 里面人出去也难 所以在四川当诸侯 就等于是被锁进了深山里 非常保险 是很安全的 刘张和张鲁作战 也都是小打小闹 本来没啥事 但刘张非要紧 刘备这个门虎进来保护自己 来对抗张鲁 结果刘张反倒被门虎给吃了 所以炎炎的比喻很恰当 继续看史书 说 非所过战客与先祖会于成都 张非打过的地方全部攻克了 最后和刘备在成都会试 有人说了 那张非到底打过谁呢 除了炎炎 三国志张非传里面没有记载 反倒是在三国志张义传里面有记载 说刘张授予张义军队 命令他去抗拒张非 在德阳的末下 张义败北回到成都 有人问了 张非打败张义 为什么张非传里没有记载呢 这就是三国志写述的特点 一个人的故事往往他自己的传记里没有 别人的传记里有 所以即便你把这个人的本传背的滚瓜乱书 还有他的很多事迹是你不知道的 所以三国志不是一本好读的书 严格的说不能叫读三国志 要叫研究三国志 琢磨三国志 推理三国志 比如说赤壁之战哪些武将参加了 一般人会认为这不简单吗 翻到赤壁那一页 翻到不就有了吗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三国志 事案人物来的 你要一个一个武将的传记去找 去看他有没有参加赤壁之战 而且即便你把所有武将的传记都翻完了 还可能遗漏 就像刚才张非的问题一样 他的传记里没有写 很可能是某个文官的传记里记载了 所以直到现在 就赤壁之战哪些人参加了这个问题 谁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 百分百证明自己是对的 有人说 那我把整本三国志全部背下来 不就可以了吗 也不是 你一样搞不清楚 比如说有的人记载说 他跟随曹操打孙权 但没有记载是哪一次打孙权 那这次打孙权是不是赤壁呢 那就要根据前后文推理 根据各种史料推理 推理来推理去 很可能你还是证明不了 这就是三国志争议大的问题 本传内容不完整 事件时间不清晰 所以这也是三国志有魅力的地方 因为模糊才需要人去推理 令人着迷 所以读三国志 犹如什么呢 犹如是在证据科里看证物 研究三国志的人就是侦探 还有千万别相信百度百科 因为那也是人推理出来的 很多推理者的水平并不高 错误百出 漏洞百出 或者是呢 自带站队 故意美化 继续看原文 一周既定赐诸葛亮 法证 飞 及关羽 金各五百斤 银千斤 钱五千万 仅千批 其余嗓赐各有差 诸一样 重赏的一等奖 只有诸葛亮 法证 关羽 张飞 四个人 没有提到赵云 黄中 魏延 他们是小赏 还是没赏 不知道 正经的历史 说完了 下面是不正经的 爱听我推理的 且不爱跟我台杠的同学 留下来 我们先来看这个 刘备站 一周嗓赐 有人说了 刘备怎么只赏金银 不分赏土地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赵云传里 裴丰之引用的云别传 是怎么说的 一周既定 刘备打算把成都 城里的房子 和城外的地 分赏给将领们 赵云反对说 霍学病说的 匈奴未灭 无用家为 现在我们的敌人 不仅仅的匈奴 还有好多敌人 我们不能贪图安乐 等天下都定下来了 我们再分赏 一周的百姓 刚刚经历过战争的苦难 我们要把房子和田地 归还给他们 让他们安居乐业 我们才能征税 才能有姚意 才能得到明星 刘备听从了 注意啊 这里有问题 到底是先谈的分房 还是先发的奖金呢 谁先谁后呢 如果是先分房 那就是先被赵云阻止 然后刘备改为发钱 那这个钱 有没有赵云的份呢 那如果有 赵云收不收呢 你刚才说的大义领 对不对 为了一周的百姓 不能占用他们的资产 那现在发的奖金 不还是来自一周的百姓吗 不一样吗 如果反过来 是先发奖金 后谈分房呢 发奖金 第一档次没有赵云 开始谈分房了 估计第一档次 也没有赵云 你都不是第一档的 你阻止来阻止去 别人怎么想 诸葛亮法政官 与张飞怎么想 超级大别墅 飞走了 没有了 有人说 那官与张飞的英雄 不耐辅这个的 我们总喜欢 把历史人物偶像化 神格化 历史人物也是人 也得吃喝拉萨 也得一身住行 就算张飞是个圣人 那张飞还要养得 一大家子人呢 张飞不希望夏侯娟 张星彩 张包 张绍 住在大别墅里吗 我跟你刘备 争战了三十多年 我想让老婆孩子 住个好别墅 怎么了 你赵云不想要 那是你的事 你别阻止我们呀 而且这超级别墅 跟你有关系吗 咱就说打一周 所占接客的是谁呀 我张飞 身情严严的谁呀 我张飞 大破张艺的是谁呀 我张飞 你赵云自己成绩不好 还阻止别人拿奖励 这凭啥呀 你不想让老婆孩子 住超级别墅 我还想呢 再说了 超级别墅 和你有关系吗 那也是诸葛达法政 关于和我张飞的呀 以你的功劳 顶多拿个三十一厅 对不对 这就是三国之有趣的地方了 你光看张飞传里的 发奖军 没啥关节 光看赵云传里的 阻止分房 也没啥感觉 但把这两件事 拼在一起看 那就有趣很多 这就是三国之一的 感谢观看